哎 兄弟 来了 你看 你再看一下 前两天不是也看过一遍了吗 然后 就我说那个价钱 你考虑的咋样啊 那我再看看吧 行 你再看一遍吧 那基本有个查仓 就这一点 别的什么都没动过 这都是我自己开的 行 如果不是这段时间我急 这个车绝对不会卖的 都没动过 你看里边混成 你都看得出来 嗯 因为这个车跟了我好几年了 说实话对这个车我也有点感情 不是说这段时间去真的不会买 行 然后 全体挺喜欢的 那就 你看那咱们就 那个所有那个大本都在后面 啊 你怎么过来了 没事啊 你不是车借朋友看两天吗 嗯 没跟那个 没跟导的商量好 那就超不安心的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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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 这是朋友 不是嫂子 你开走吧 开走吧 没事 真的 没事 我开走了 没事 没事 你开走吧 然后那个 东西都在后面 等下那个账货发到你手机上 然后你打到那账货上都行 行 好 行吧 赶紧开走吧 没事 没事 哎呀 没事 你不 你不说车借了朋友看两天吗 你就剩这一辆车了 没事 现在不是急嘛 然后以后我们再买好的 买新的 对吧 可是你要工作要去 去线下谈业务 你没车怎么办 没事 这段时间坚持过去呗 小鹏 我问你 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 觉得是女朋友的位置呀 那你怎么给别人说不是你朋友 唉 不是 是这个情况 因为我要不说你是我朋友的话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这个事别人不敢收 那我现在不是说特殊情况嘛 我 我生气是因为你卖车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 我担心你出去工作没车不方便 没事的 你以后有啥事 你不要瞒着我 你跟我说 不是担心你线下给客户酸酒的时候没有车 不方便吗 没事的 小鹅 你记住一句话 方法总比困难多 对吧 话是这么说 但是 这不是心疼你吗 没事 很快都过去了 你先回山谷吧 我还去那边有点事 行 那我先过去 下了雨了赶紧回去吧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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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